红海200元达证 台积电千元近在咫尺 指数评创新高 这波行情你赚到也赚够了吗 不够就让微良来帮你吧 惊吓重磅推出 777放大数 只要在活动期间 购买指定专案并加77元 标普一档一档连轴转 标出77%大空间 财富飞速放大放大再放大 了解更多内容 立即加入LINE AT STOCK888 各位观众五万 欢迎收看股市权威 我是蔡友达 台股间大涨293点 收载23172 23172点 成交量放大到4967亿元 盘石到底该如何掌握呢 现场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专家 首先是永成国际头股 陈薇良分析师 佑达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排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魏良老师 千万向前冲 理财放轻松 跟着股市权威 来掌握台股的重点 今天大盘大涨 那市场上呢 有一个传说 就是关于光碟片的魔咒 您听过吗 指的就是呢 当莱德中环喷出 涨停的时候呢 行情会怎么样呢 待会告诉您 另外呢 其实台积电 还有呢 目前暂时贴席的鸿海 他们其实距离呢 创波段新高 或创历史新高 都只差一小步 那未来的行情 怎么观察呢 大盘是不是真的要 突破前高 往两万五走了呢 还有最近的太阳冷股 怎么一下热一下又冷了 昨天呢 多档喷出 可是今天呢 看起来太阳股 有一点冷瘦瘦了 手中如果还有 持股部位没有跑 该不该留 还是呢 应该要赶快断篮出清 特斯拉昨天股价 单日涨10% 好久没有这么high了 那这是否意味着 电动车产业 匹吉泰兰 又或者我们在 特斯拉的大涨背后 看到了不一样的 投资线索 投资商机 另外 台湾的产业链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台积电 大家也知道 7月18号台积电呢 季度的法说会 又要来临了 所以市场的资金呢 绝对等不到 7月18号 已经开始在卡位标股了 这里有些个股 大涨还能不能买 那便宜的半导底股 又在哪里呢 高利跟金元电 看起来股价呢 也都是蠢蠢欲动 你喜欢呢 锁定业绩成长股吗 但是总是呢 苦恼找不到好的买点 我要老师告诉你 从这个指标 就能够找到机会来切入哦 所以想要学习操作技巧 操作心法的朋友 今天的节目 很重要也很精彩 请大家记得到 YouTube搜寻 股市权威 陈薇良 帮我呢 频道一定要锁定 订阅起来 而且呢 欢迎多多的转分享 那喜欢我的内容 请帮我顺手按个赞 那今天的大盘 其实收在最高点 我们先前提到 跌不是关键 涨也不要太兴奋 其实呢 后市就是 微量试问 那这句话呢 魏昂老师 已经至少连续提醒两天了 包括昨天在下跌的时候 也跟各位讲 关键在量能的变化 那今天的成交量 就有稍微又持续放大 但我更关注的不是呢 每一天单日成交量 而是在于下面的 所谓均量线 用白换文来讲 就是红色这条线 要持续往上 然后带动呢 蓝色这条线也往上 意思就是呢 五日均量 十日均量 黄金交叉 那其实大盘要突破前高 真的不是问题 我们直接跟各位强调 我不认为这里 整理过后是要跌的 那因为呢 台湾有很多 很棒的公司 下半年的业绩都会更好 那就指数的观点来说 只差300点不到 这个距离这个空间 绝对不是问题 也不是我们关切的重点 那台积电呢 今天相对呢 收高之后 距离前高 真的就是在那 只此一步了 那至于说呢 暂时陷入贴席的红海 没有关系 威洋老师呢 看法完全没有改变 那我们总是希望呢 带有一些比较知识性 或专业性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 而不是呢 只是空口说白话 跟你说看好看好看好 那我今天呢 再从一个角度 来跟各位谈一下红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红海呢 过去这几年以来 它Q1 Q2 Q3 Q4 一年四季营收的变化 各位可以很清楚看得到 由左至右 分别是从第一季到第四季 那请问 红海一年四季里面 它的业绩最热最旺 在哪一季 答案就是第四季 所以现在下半年才开始 即便呢 股价是领先在基本面前面 也不至于说呢 涨完了 因为呢 下半年它会更好 第四季又优于第三季 那我们呢 再切细一点 我们从呢 一年十二个月 月的角度 来看红海 那红海呢 以单月营收的动能表现来说 假设观察着指标 设定为月增率 那你看看 它历年来 其实哪一个月最旺 是不是很明显 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尖峰 特别明显的往上 这是几月呢 答案是九月份 所以从单月的角度来看 红海的高峰落在九月 从季度的角度来看 红海最旺最热 会落在第四季 好了 还有一个重点哦 以上所讲的是 过去几年的红海 我觉得以前的那一个红海 你可以称之为是呢 苹果的红海 靠苹果在养 靠苹果在照的红海 但是今年开始的红海 我们知道呢 除了苹果之外 因为当然苹果今年的iPhone 会强化AI功能 也会引爆史上最强大的换机潮 可是除此之外 另外一个大重点 就是来自于灰达的AI 尤其是GB200 这个是以前没有 现在有 未来会更多 所以今年的红海 跟去年前年跟往年 它不一样了哦 这个真的叫做如虎添翼 因为呢 除了有苹果 再增添一个超强大的客户 叫灰达 所以即便是用以往的 产业业绩 但忘记的循环看 红海都还没有结束 它的长多story 故事还没结束 况且今年格局是不一样 思维也会不一样 那整体来讲 我觉得呢 这里让红海呢 整理一下 真的不是坏事 那我也希望呢 投资红海的投资朋友 能够用比较带有 趋势性的角度 去看待 去规划 你毕竟不要呢 心急希望说 红海好像每天要涨 每天要喷 各位 人家股本一千多亿 你就呢 放宽心吧 你不要把它当成呢 股本一亿两亿的公司 再看待 那才不会呢 让自己的心情 受到太大的影响 放轻松 放轻松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讲到 都市传说 光碟片的魔咒 指的是说 当莱德跟中环 都大涨的时候 对行情会有什么影响呢 好像呢 通常会做拉回 甚至呢 就是有多翻空 这是因为呢 其实光碟片 已经是一个 早就夕阳西下的产业了 没有什么成长性 所以你也不用在那边 认真的分析 莱德中环的 投资前景如何 那你可以看到 在2000年这边 当大盘指数 已经一路大涨很久之后 终于呢 换莱德中环喷出 结果后续呢 大盘指数就开始 一路拉回 我们再往后看 在2007年的 大多头的时候 大盘指数一路涨 一路涨 一路涨 涨到呢 07年底的时候 终于呢 光碟片的莱德中环 加入喷出 各位不要想看 你知道只有长一两根红K 这个叫做月K线 一两根 那可是长了 一两个月的喷出 结果呢 你可以看到 当中环莱德喷出以后 大盘就开始反转往下 我们再看呢 2018年这个例子 也是一样 大盘早就呢 一路呢 涨翻天了 中环跟莱德 趴在地板上 闻风不动 直到呢 他们突然 醒过来了 突然呢 激情演出 往上一喷之后 大盘就回叠了 好 所以呢 市场上才有这样子的 都市传说 当中环莱德一喷出 你要小心 那各位有没有看到 最近的莱德 那到今天还在涨停板 那也带动了中环 也涨停板 哎呦喂啊 是不是毛毛的了 会不会这个传说要应验了 其实跟各位聊聊这个传说 当然也是闲暇话题啦 那欧阳老师 其实已经跟各位讲 台股现在的内容 跟以往真的不一样 你不用担心 就算呢 中环莱德 在腰 在坏 在怪 没关系 台股呢 有四大天王 有台积电 有鸿海 有连发科 有广达 照着 不用怕啦 所以呢 大盘的方向 决定在呢 台股F4 不在呢 光碟片的双腰双怪 那所以这个给各位参考 只是说呢 当市场上走到中环莱德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提醒一下 这个市场上 有人是在投资 可是呢 也充斥了投机的味道 我再一次声明 我向来不反对 股票市场呢 投机 因为这个市场 本来就要呢 投资跟投机并存 就好比你喝可乐 沙士或啤酒 如果呢 都没有泡泡 能喝吗 不好喝啊 就是要有上面的泡泡 那上面的泡泡 就叫做股票市场里面的投机 市场需要这样子的氛围跟动能 但是呢 当你自己是在做投机的时候 你要拿捏分寸 也就是你投入的资金比 在投资跟投机的部分 要分配好 那投机的部分呢 你要拿得起放得下 没有那 我贏的啦 没有百分之百 每一次你要投机 每一次都赚钱 没有这种事情啦 所以呢 我们才会在昨天也提醒大家 像太阳能股也很热 那你要做呢 我也不反对 但是就只能短线 然后呢 锁定最好的 最好的不是说业绩最好 因为这整个族群来讲 我觉得太阳能的产业 我没有那么认同嘛 我也跟各位讲 我目前不打算去做太阳能 但是我从技术面角度 跟各位讲了 最好的是谁 在赤枪上我不是说他基本面最好 我是说他领头 是达安能 但是呢 达安能呢 今天就被人家抓去关了 所以呢 老大都被关了 可想而知 后面的小弟就鸟受散啦 所以你看 如果茂迪今天就休息涨不动啦 或者说像安吉就休息就涨不动啦 那更夸张的是什么呢 昨天涨停板的仓和 这是昨天涨停板的股票 今天直接给你呢 打到跌停板 所以说投机没有对错 但是呢 你要拿得起 放得下才是真的 你不要说投机之后呢 还想要把它当成变投资 能够呢 一直抱下去的股票 那这个是要特别小心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昨天 特斯拉一天股价涨10% 好久没有看到这么high了 那所以呢 今天市场上就会开始 大家讲说 电动车 电动车要开始起来咯 那我们来看一下 特斯拉公告出来的第二季的交车数量是44.3万辆 那市场预期是43.9万辆 由此可知 特斯拉它的交车数量虽然高于预期 但也不过就是多的那4000辆 多吗 一点都不多 可是为什么股价会这么激情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市场上说的 跌升就是最大利多 你如果现在是在呢 特斯拉高位阶的时候 这种数字是没办法兴奋的 因为呢 你要大大的超越预期 而不是少少的超过预期就够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呢 对照整个所谓科技七巨头 特斯拉的股价位阶跟涨幅 真的是严重落后 相对低档 好 但后续呢 还要留意的是呢 现在因为各国的电动车补助在缩减 而且电动车还是呢 非常激烈的竞争 所以特斯拉原定 今年的交车目标是 能够成长或至少保持持平 这是公司的展望 但如果我们客观来看 它第一季已经衰退9% 第二季又衰退5% 那真的要做到至少持平的话 下半年要锚起来 锚起来生产 锚起来交车 必须成长7% 我必须说这难度很高 所以隐含着 它接下来其实有下修的压力 那我刚才说了 昨天涨10%有两个原因 除了位阶低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市场的焦点 好像有一点混淆或搞错了 特斯拉的大涨 其实不是因为电动车 是因为AI 自驾 还有在所谓的机器人的布局 这个都是符合现在 大AI的时代 换句话说 特斯拉在科技七雄里面相对落后 就像之前苹果的股价也都落后 直到最近突然急起直追 然后还创新高 也是因为开始踏上AI的浪潮 开始去追上挥达或微软 亚马逊的脚步 特斯拉也会如此 但是这个重点是要放在AI 而不是电动车 如果你把重点放在电动车 恐怕你又会陷入短套的风险 今天如果去买一些所谓的车电 或电动车零组件公司的人 有可能会被短套 这个要提醒大家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深阳半导体 持续的大涨 创新高 今天还涨停板 均华持续的大涨 创新高 今天还涨停板 所以这就告诉各位 投资投机 没有绝对对错 再回到刚刚所强调的 你可以看到太阳人的股票 从很低档 然后价格都很低 拉起来你去追 但是没有跑掉 可能就会受伤 你可能可以看到 特斯拉大涨之后 你就去压住电动车的股票 但是明明产业是不好的 但如果投机没有 顺心如意的时候 你真的能够甘愿放弃停损吗 那为何不好好的 把你的血汗钱 拿来做正确的投资 什么叫正确的投资 产业方向对 个股潜力加 这个就是正确的投资 时间会带给你回报 所以均华我们当初 在跟各位讲的时候 400出头 他也没有马上涨 你看底部盘旋 红黑相间 结果如今 虽然也不能称为叫苦尽甘来 但是等待是值得的吧 所以再回头看看 3583星云虽然今天在创高过后翻黑压回 但是不用担心 这里是在历史新高的整理 所以随时也都会再转强再突破 包括像高丽 前天大前天才跟各位讲 这边你逢低买不会吃亏 400多块 今天盘中一度快要涨停板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金元电子 金元电子昨天大跌 今天大涨 那我们怎么样来买进这种个股呢 从两个角度来说 第一个 当法人卖超额跌不下去的时候 往往都是机会 我教各位看 教各位算 昨天跟前天 礼拜一礼拜二 投信狂卖 17000多张 可是你看哦 今天的股价收盘跟礼拜一是不是差不多 也就是说这两天来 它等于是回到原点没有跌 投信卖这么多 股票跌不下去 那筹码不灭嘛 一定有人收走了筹码 是外资吗 是融资吗 其实你把外资加融资加起来 都还不到投信卖超的一半 那就隐含着 还有看不见的手 这个可是厉害的手 才能够让投信卖这么多 而股价跌不下去 那配合就是说 一般业绩好股票 成长股或强势股 你可以沿着十日均线找买点 十日均线往上的时候 回测破与不破都是买点 所以金元店回测十日均线不破 加上投信卖而不跌 这就是买点 那回到像刚刚讲的高利 十日均线原本是下弯的 今天开始因为扣低之后 翻扬往上 那法人卖不下去 十日均线往上 回测之后都是买点 这是你在切入业绩股的时候 一个可以参考的准则 好 那至于说 今天这个产业轮动当中 有没有什么新的可以留意的机会跟标股呢 我们待会休息下一个阶段将要进一步来做分享 那提醒大家 今天开始我们正式提供给大家 777财富放大数的专案 那这个专案越早来预约的朋友 有越大的好康 满满的心意满满的福利 那就等您来探寻了 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来电询问 不用客气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呢 如果是上班的时候想要偷偷问一下的话 那就用讯息加入LINE私讯询问 addstock888 小老鼠STOZK888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更多的超多策略建议广望回来 继续请威廉老师帮大家分析 欢迎您回到股市权威 再把时间交给威廉老师 昨天呢 我们其实算是很大胆 很有勇气 但是呢 基于忠诚跟专业 帮大家分析了两档股票 康权电讯跟逊州 他们分别是子母公司的关系 那当然呢 我很了解散户的心态 尤其是小资族 你一定比较喜欢逊州 因为价格低嘛 同版股 但是呢 投资的价值不是主观的 你喜欢谁的问题 是必须客观比较 那我昨天呢 已经比给各位听了 所以昨天如果没有看节目的朋友 今天不好意思 时间不够 请你呢 去补课一下 到YT频道去看一下昨天的节目 那我简单来说呢 逊州目前按照4月5月的获利 它本益比158倍 那康权呢 大概在45倍 所以呢 当然是康权投资价值高 只是说我们台湾股票市场 最讨厌人的制度就是呢 动不动就关禁闭 分盘处置 康权今天呢 被抓去关20分钟一盘了 所以当然会稍微就要压抑一下 那逊州呢 你也不要乱追 你可以看到 今天如果呢 开盘你去追 杀下来 立刻就要陪伴跟停板了 昨天他当冲比57% 所以这就表示说 这种股票的确是很多小鱼群 会喜欢的 冲来冲去的 那人家能够往上冲 就能够往下冲 你自己要衡量 自己操作 有没有这种灵活度跟本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245全新光电 之前文雅老师是不是跟各位讲 今年iPhone换机潮 谁将是最大受惠者之一 那我们就说了嘛 PA累金的主要供应商 全新将是最大受惠者之一 那今年股价呢 收最高 差一档就涨停板 这里有除息2.2元 还原之后呢 已经创波段新高了 所以好公司值得大家去布局的 而且好公司你可以买得多 你不用跟一堆喜欢杀进杀出的 福尔短线客 当冲客 大户 在那边挤来挤去的 你就好好的买一些好股票 享受波段的获利空间 增长空间 所以来EKY 我们在第一时间挂牌第一天 就介绍给大家了 挂牌到现在为止 十几天以来 卫阳老师每一天都分析 每一天都追踪 那我昨天怎么说的 考考你们 有没有认真听 我说这里呢 它的本益比股价呢 已经差不多呢 反映了去明年的获利了 所以接下来的重点 应该是在看呢 技术面 那今天这边呢 小跌破 短期均线跟上升切线 所以呢 你要让它整理一下 所以不要看到跌就随便乱接 那最后呢 提到便宜的半导体股 那当然呢 跟着未让老师买就对了 当初 君华还没有喷出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跟各位讲 四百多块的时候 我说呢 跟红素比起来严重低估 那接下来我要告诉你 这一档个股呢 跟同业比起来 也有呢 大幅度比价上涨空间 因为同业的本益比 25到30倍 它的本益比呢 只有一字头十几倍 那比较的话 那不得了的 那代表呢 这恐怕是要呢 波段要看一倍的涨幅 但我们一段一段来 先瞄准三成 再锁定五成 重点是呢 联发科 回答都是它的重要客户 六月份的业绩 就要开始反映了 所以这个礼拜开始 陆续公告 六月营收 你千万不要等到 利多公告见报了 才上车哦 不要用追的 而且七月开始 营收就会更好 更猛大幅度跳升 从今天开始 最新的七月活动 777帮你的财富放大数 跟着我们投资 把小钱放大 把大钱放得更大更大 重点是呢 前几名来电 来讯的朋友 你还可以优先获得 更好更多 满满的回馈 有任何问题 立刻加入LINE atstock888 小老鼠 STOCK888 祝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最后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所推介分析 知各别家政券 无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都尽应该要独立判断 省省评估 并且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红海200元达阵 台积电千元 近在咫尺 指数评创新高 这波行情 你赚到也赚够了吗 不够 就让微良来帮你吧 惊吓重磅推出 777放大数 只要在活动期间 购买指定专案 并加77元 标普一档 一档连轴转 标出77%大空间 财富飞速放大 放大 再放大 了解更多内容 立即加入LINE AT STOCK888 后来点02-258-19090 201 p.090 2-258-200 一档连转 2-258-2-300 1-2-26910 2-710 2-610 2-610 2-310 2-611 2-4710 2-158-210 3-210 3-610 2-520 3-310 2-810 2-520 2-210 1-310 2 1-310 2-610 2-520 2-10 210 2-520 2-810 2-1610 2-0 210 2-410 2-610